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这个礼拜的第21个星期的温色update 我穿到这样,因为刚才我去点了火,少一些椰克 所以等一下看一下啦 这个是我种的竹,现在割了它等下要放,要保住那个茄草的啦 所以这个就是我种的竹来保住这些,等下会绑在这边 所以它们不会熬来熬去,所以有自制的东西支持一下它们 因为它们很难长高 刚刚才把这个竹竿锁在这边,因为它们这个东西整个熬起来 所以弄这个比较直一点啦 所以这边中间可以生多一点,然后点它们绑在一起 这边是卷住的,因为它太重还是将它变形 所以下面稳了,上面开了,可以种多一点啦 这一点,这一点不会浪费掉 Cucumber, Day Moon,开始生花了 但是哦,花全部是南的,才有一点余的 那个一点是差不多十个公一个母的 所以要等多看一下明天会生多一点嘛 要弄这个pollination啊,要天天都在这边弄 如果没有的话,你的竹竿有福母的话 出了又没有弄到又变到浪费了一个Cucumber啦 今天又是星期五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菜做的如何 风扇比较大声,不要管它 Tomato OK 韭菜 OK,全部菜都在生的OK 因为这边30度过后就没有风扇 就是说,在30度里面的时候是没有风扇在转的 所以这边最少有31度才会风扇再开始转 现在是多过31度,现在是... 都是很热的,现在35度 因为洗澡,所以是比较热一点啦 呃,这个... Demon呢,就长得很好啦 没有什么问题 对这来讲是小事 等一下又要跟它弄那个粉啦 供跟母的花参粉一下 然后接下期才会有Demon 看今天会比较多母花嘛 所以下面是茄汁 茄汁不辣 下面是Tomato 也是OK 那边是那个Rosemary 不知道华语叫什么 香香的啦 也是种了很久了 这一边也有韭菜,餐一些菜啦 不论我老婆,不论我太太种了什么 这边上面也有韭菜跟一些菜 Tomato 就长到这样子,因为没有得福 等下会...明天应该会做那个架子 因为那个... 这个猪在这边要绑那个架子 所以那个也是Tomato 所以是正确的 因为那个餐的泥土啊 的问题跟它下面没有那个线啊 所以那个水是虫 你看现在很测,弄到它的根浪 所以这三个是没有得救了 其他的我就把它放一只管在这边压高它 所以只是用那个线来拿水 所以你看其实它们也是很测一下 那个泥土是有点比较测 好像这个是用线的就没有问题啦 所以这个好像这个这样就比较测啦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 因为是用线的 所以大致上是OK 上面也OK 没问题 这个...这个...这个是小虫 下面这个菜是新的一般才来的 所以大致上这个也是没有线的 因为我太太讲很难穿那个线 所以没有穿 要试一试 其他的东西都OK啦 但是这个有一点... 开始有点涩 你看这边是比较涩的 比较涩就好像不是这样好 我会把它moldify一下 適一点 我的太太正在... 现在绑住这个... tomato plant 绑在那个线上面 因为当它长得越高的时候 它... 因为根不够深 所以它会跌下来 所以... 要防止它跌下来 我们就拿线来绑 绑的时候 就会... 支撑它向上 所以它的根就不会一直想... 想找东西... 来抓住 所以就... 不会有... 倒下来的问题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请点个like和subscribe 今天就做这样多咯